尊敬的法师 诸位传统文化的同道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很抱歉 停了一段时间 刚好马来西亚福龙弥陀村 我们办了大专营 还有一条龙预读班 这个大专营 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方会长 他现在退下来了 我们称他方长老 这个团体要重视伦理 他特别担心 一个红法的团队 假如都只有老人 没有年轻人不行了 所以办这个大专营 多接触 引导一些年轻学子 当然我们也是抛砖引玉 这个大专营应该 每个地方都要来办 年轻人 少年强 国强 所以下一辈要好好顾面 那这个预读班的小朋友 是七岁到十四岁 这么小的孩子 我也好一段时间 没有跟他们上课了 一开始 频道还是有一点接不上 所以这个讲学还是要多锻炼 要练到老少嫌疑 这个频道随时都可以应激 不会频道接不上 那刚好我们这个课程 上一次就是提到 为师者的心境 所以这几个班 办下来 有一些感触 这个感触 我们随着经文 再来跟大家交流 不然我这个感触 一分享 可能又没讲经文 我得对峙我的习气 有时候一讲 说不回来了 那佛法讲不能着相 不能着文字相 比方我们看到 为师的心境 那不能着在这个师字上面 比方当父母的一看 哇 这个是为师的 跟我没关系 那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 甚至于是一辈子的老师 甚至于一个孩子人格的健康 终身养慕父母 这个人健康 父子有亲的天性 终身保持 所以当父母的 也要给孩子做榜样 好 讲到这里就感触了 最近这样绊绊下来 发现学了五六年 七八年传统文化的孩子 出现忧郁症了 这个对我来讲 我觉得不是一件小事情 传统文化是顺着 人的本性真心的学问 那怎么会觉得有忧郁症 前不久我们常常探讨到的 十九世纪最严重的心脏病 二十世纪癌症 二十一世纪是忧郁症了 没想到我之前 办了那么多期扎根班 我还没有遇过这个情况 突然不是一个而已 我们身体 吃了不好的东西会伤身 病虫口露 心里有负面的磁场进来了 甚至于是 给他心理上很大的冲击 进来了 都会让他心里产生 这个负面的能量 这些负面的能量 积积积到某个程度 那就变成忧郁症了 跟身体同样的道理 身体吃不好的东西到一个程度 那个病症就出来了 心里也是一样 那我们面对这些情况 假如没有把原因找到 我们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了 那我接触这些孩子 青少年 就有主动找我谈心的了 虽然父母都学传统文化 但是有时候骂他的言语 几乎都是侮辱他的人格 骂的时候都口不择言了 这情绪一来 什么很狠毒的话都出来了 最爱他的人讲这样的话 那孩子内心里面 缓不过这个境来了 包含父母学传统文化不合 跟传统文化讲的不相应 这个对学传统文化的孩子的冲击 都很大 其实老儿上讲过 愚痴的核心是怀疑 所以人起怀疑了 他烦恼就跟着来了 所以一个人起情绪 负面的情绪 都跟怀疑有关系了 所以我们得把这些因找到了 才能改善呢 好 那刚刚提到了 那为师的心境 那其实我们做父母的 也要做之师 不只是做之轻 还要做之师 还要做之君 君心的精神 都要到位了 才能把这三个角色 扮演得圆满了 所以当领导的也要有为师的心境 当父母的也要有为师的心境 甚至一样 我们想要给任何人好的影响 你想去利益一个人 我们说正己化人 要敢化一个人 都要做之君 做之轻 做之师 才能敢化人 所以这个君心师是 鲁家的三宝 这三个精神 不可虚于利益 我们才能真正 提升自己 又帮助到他人 我们时时想着 要做到君心师 那不会放纵习气 那在每一个姻缘当中 这样心境的人 他就在提升 做之君 我得以身作者 做之轻 我得真正念念 为他们好 为他们想 做之师 我得寻寻 善诱 我得抓住机会教育点 那他不会有望面邪念 那我们君心师做到了 接触我们的人 就受我们感动了 人之初性本善 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我们能把这三个精神都 把它做出来了 那接触我们的人 不可能不感动了 所以我们讲这一段 应该是每一个人 都要有这些心境 才能为人演说 不然为人演说 也只是变成一个名词而已 首先第一个 立志 那诸位忍者 我们立志了吗 我们每天在往这个志向迈进了吗 我们也常常看 现在孩子 浪费时间都没有志向 那我们看别人容易了 那看自己呢 我们真的希望孩子 志向坚定了 首先我们也得把志向坚定展现出来了 我们希望我们的亲戚朋友 改善哪一个问题 我们得先问问自己 我希望他改善到这一点 我做得怎么样 比方说我们希望他柔软一点 那我们自己现在还发不发脾气 比方说我们劝人家 你要多念佛 那我们自己佛念得如何呢 有没有越念越多呢 第二个要有使命责任感 那我们自己肯不肯扛责任呢 容不容易退缩呢 我们学传统文化 甚至于是弘扬 弘弧伏传统文化 可要千万记住 人能宏道啊 是我们把传统文化的教育 做出来才能宏道啊 不是说我今天在传统文化的团体里 我就在宏道了 都不能着像哦 中十字啊 不中熊四啊 有个二十来岁年轻人 问了个问题 我在传统文化的单位里面 可是主管 他们都没有照太上感应篇做 谁照了太上感应篇呢 最七成的几个员工有照 哇 那这个不只不能弘扬传统文化 这照业很重啊 他让团体里的人都快没信心了 所以人人宏道这句话太重要了 我们不能忽略掉 我也跟我们汉学院的同仁交流 我们办课程 筛选学生 进到汉学院来 我们工作人员 假如不能给他们表伐 你说他们会服吗 不可能的啊 不可能的啊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单位 跟其他单位工作 不能是同样的标准的 我们得能给学生做榜样才行啊 这个没有强迫每一个同仁一定要进到我们的团体来 可是你进到团体 就要符合这个标准才行啊 所以宏护的人员 所以宏护的人员不能到最后把它当做事业一样了 就这个工作领薪水而已了 我们自己当父母了 我在传统文化单位里 我当父母有没有表法表出来的 我是当女婿的 我是当媳妇的 有没有表这个法出来的 那成德也会期许自己团体的同仁啊 我们一定要把孝道表出来 把五伦表出来 最近成德接触了不少同仁 甚至于是好几年没有见到的传统文化的同事 因为我自己团队的变动也大 好多年没有看到他们了 因为我这几年都在因果多啊 有一些同仁啊 整个身心啊 状态不好啦 有的家庭当中啊 有的家庭当中啊 问题慢慢出现了 成德的感觉啊 了凡世训讲的 名义服也啊 这句话我们要慎重啊 每个人都叫我们老师 或者每个人都说 哇你们在传统文化做 哇这工作很好啊 我们赢得人家的尊重啊 可是我们都没有去落实在五伦关系当中 面对夫妻关系 婆媳关系都是逃避 我们还在说我们都是在弘扬专统文化 名不腐蚀啊 名义服也那名不腐蚀啊 这个名就一直在消耗我们的福报 等福报消耗到一定程度啊 连精神都有受影响 人就没福报了 不灵光了 你看老和尚说福自心灵啊 一个人福报一直积累 心量越来越大越有福了 本来不是很聪明啊 慢慢变聪明了 但是假如这个福报折损的太厉害了 真的对身心啊都有影响 所以古人这些教诲啊 却是我们不能了 掉以轻心了 那当然 现在啊 做弘法的事业确实是不容易 但我们呢都要自我期许 比方说团体当中 我们一定要把孝道表出来 老和尚常常说 传统文化用一个字代表孝 所以哪一个同事 家里老人生病了 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支持他 我们把他的工作扛下来 我们要把这个法表出来 况且我们都上了年纪了 况且我们都上了年纪了 我们的父母年龄都大了 大家彼此共体时间 什么时候刚好我们家老人 有需要照顾的时候 那个团体的力量就支持我们了 要不要这个法案 包含我们谈到教育 我们都谈到禁教 环境啊 对人的影响随时随地 潜移默化 一家之祭啊 在于和啊 一个家庭里面最重要的 家和万事性 我们刚刚说的 你人呢 接触负面的能量 他慢慢这个内心就消极 沮丧了 他每天都接触到和和的能量 他就越来越健康了 所以我们在传统文化单位啊 夫妇和乐一定要表出来啊 而且我们看事情啊 不能看到表象上 要看到根本上 我们所处的年代啊 比方以成德自己来讲 我在高雄市长大的 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啊 容易看事呢 看眼前 很难看深 很难看圆 现在这个习气还重啊 还要常常提醒自己 看深看圆 那看眼前呢 那就眼前的利益了 你看我们现在 我也遇到很多朋友 在探讨事情 好像前不久 在一个道场里 就听到 有一个老人呢 每天都到静中学会啊 去念佛 结果呢 因为这个女儿啊 都要常常陪着她 她不能出去赚钱 结果后来这个女儿啊 就决定啊 把她送养老院去了 结果送去之后啊 哇 这个老母亲啊 本来是每天念佛都不中断 送去之后 没有那个环境了 开始有点老人痴呆了 她女儿在抉择的时候啊 她女儿在抉择的时候啊 老母亲的道业排后面啊 我能省一些钱排前面啊 殊不知啊 人的福报啊 福田是新根来的 你算的是我每个月我能省多少钱呢 但是 其实福折掉了 假如我们现在困难一点 但是我们尽力尽的孝道了 那这个福报是长远的 要看远了 要看根本了 哦 是若无佛 善是父母啊 是父母即是是佛啊 不然呢 我们面对着 要尽效的责任了 我们都没有尽力 甚至是逃避了 还希望自己有福报 把家照顾好 把下一代照顾好 这可不容易啊 所以学了传统文化 要按照传统文化的教导 去考虑是啊 不能按照 只看眼前 或者按照自己本来的这些习惯了 那就很可惜了 明明可以改造自己的命运 改造后世的命运的机缘出现了 我们当面错过了 这是家庭里面的 团体当中 我们在传统文化单位 明明可以积功累得的机缘 但是假如我们还是随顺我们的习惯 没有依照经典 那本来可以积功累得 变成造作罪业了 所以这个一念吃叉了 天壤之别 我们得慎重慎重 我们看第三是沉静 谦虚 这个师长老人家给我们很好的表率了 他对人真诚恭敬 他对人真诚恭敬 又很迁退 那我们跟着师长学习 我们得要越学越像 那沉哲这段时间 他又观察到当父母当老师的 一开口给孩子讲话 讲道理 就停不下来了 孩子接了几句话 你先听我讲 就不让孩子说话了 其实说实在的 我们今天跟孩子讲话 我们今天跟孩子讲话 你要知其心 除非你有他心动 他都不讲话 你就知道他心里想啥 我观察 那妈妈 老师一开口都停不下来 那孩子的表情 根本你讲的话 他都装不下去了 但是我们的话还是停不住 我们看 我们这些当地使的跟老人家 谈话 我们只要讲话了 老人家是听得非常专注 那当下都很感动我们的心 都是很尊重我们地使的 当我们很认真去倾听孩子说话 他会感觉到我们对他的尊重 所以我们跟老大上学 得以太老人家为标准 我还遇到 有个老师 让学生去给别人道歉 说你要给别人道歉的时候 还要下跪 那学生就不能接受了 他说老上都能给人家下跪 你为什么不能给人家下跪啊 这个做法太强势了 再来老上那个姻缘 跟这个同学之间发生的事能一样吗 能这么套吗 再来老上是老上的功夫 这个还是这个孩子的状态啊 教人以善物过高 当使其可从啊 功人之恶物太严啊 你提醒别人的缺点问题啊 不能太严苛啊 要施其堪受啊 那他受得了啊 不然你是为他好 那话一批评下去了 他信心都 都丧失掉了 那咋办呢 所以 我们要把强势放下 我最近 刚好这个大专营啊 给一些同学们派了一个作业 说大家回去之后啊 一定要学到啊 亲戚朋友 跟自己说 你变了 我给他们派了这个作业啊 我给他们派了这个作业啊 诸位忍者啊 我们学传统话 学到现在啊 有没有亲戚朋友跟我们说 你变了 诸位忍者 你们有没有听过 亲戚朋友呢 在私底下 跟别人说 你这某某人 很强势啊 很凶啊 啊 结果被你听到了 你会怎么反应啊 你看人家怕到呢 都不敢对你讲 底下偷偷偷讲 你假如会反观啊 你就要很财贵啦 你不能马上 私底下说我 岂有此理 人家不敢当面对我们讲 也是我们要反省的地方啊 不然这亲戚朋友圆都算静的 人家何苦 还要绕这么远啊 能直接讲呢 那不就直接讲了吗 所以这个 老法师说啊 他最佩服老祖宗的 就是八个字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啊 好 我们看 这个下一点 师徒如父子啊 那这个就是成就学生的心呢 那我们有成就学生的心 成就孩子的心 是不够的 你还有对的方法 孟子说的 图善不足以为政 一个国君有善心 他不一定能把政治办好 图法不能以自行 你只有一个好的宪法 好的制度 你没有人去把它好好的执行 也不行 所以我们学传统话不能说 发心就好了 这个 这一句话 跟经典不是太相应 你发心了 你还要用对方法 甚至还要有配套措施 要考虑周到的 起一个缘呢 都要胜于死的 不能是一时冲动的 我自己冲动也坏了很多事 现在年龄 也过了中秋了 不能再这么冲动了 这个习记得要调谱调谱了 那我们曾经讲过 知智通见的一句话 爱之不以道 是所以害之也 确实爱他 所以父母 爱子女 可是不不以道 就不跟教育的原理原则相应的话 那是所以害之也 比方说 教孩子 什么是本 什么是木 这个不能颠倒了 大概像教育的理念 小时候要洗腹 要陪腹 中年要造腹 老年再想一点腹 那你从小就爱护他 就让他生活的太过优务了 那是所以害之也 你看现在动不动 孩子生日开party了 找那么多小孩来 还租个餐厅 要花那么多钱啊 他有那么大福报啊 这清朝有一个大官 生了个宝贝儿子 结果有人送他 蟒蛇做的衣服 上面还镶着珍珠 结果有人送了呢 别人看到了 接着送了几十件 哇 这个为贵而想祭贵之福啊 终不至于贵了 一个人还没富贵啊 就想这么高的福报啊 他就不会富贵了 没有老就想祭老之福了 终不至老了 活不到那个岁数了 结果后来这个高官 没几年 发生事情了 被判罪了 他儿子也入狱了 最后就死在狱中了 那福报花得太凶了 所以当时候 證德从事教育了 我们学师范学院了 可是我们没有学过礼记学迹的话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教才是很正确的方式 好 笔记学迹讲 导额伏牵 引导 不是硬拉他 那我们 回想回想 跟自己孩子学生互动的情境 我们是寻寻善诱 还是在拉 自己可以感觉感觉 你那个气都会上来了 我看是在拉了 那个不柔软啊 那个会像孟子说的 亚苗助长 这些成语讲的不是别人 我们一不小心 可能就犯这个问题了 我们今天内心不调柔啊 不亚苗助长是不可能的 至天子以至于素人 一世间修身为本 当老师也包含在这句里面 当父母也在这句修身为本 首先要调柔 柔和子子设身德 我们才能够设受孩子学生 抢而服役 抢是鼓励 不否定 我们有时候气一来啊 那个话就是否定的话 忍不住了 忍不住了 我们当老师 这些原则没有照做 你说我把我的学生 当自己孩子一样 你还是 没有办法利益他 你爱之不语道 所以害之也 开而服达 启发啊 开是 启发 不是灌输的方式 一讲都停不下来 那都是给孩子硬灌啊 我这 二十年的路啊 我见过很多很会讲理的 老师跟父母 他们的孩子都听得一嫩一嫩的 最后悟性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哎呀我看的都很心痛啊 为什么 哎 能给父母老师讲到 傻傻一嫩一嫩的 你说他有多乖啊 假如是我 我早跑掉了 我不看啊 他们就是很乖 都觉得爸爸对 老师对 可是那个方法不对啊 硬压压压他就消化不了 最后就觉得我是不是很差啊 那个理都堵住了 这个经脉堵住了 身体会出问题啊 这个思想堵住了 心理也会出问题啊 所以这三句很重要啊 导而扶迁 抢而扶语 开而扶达 这个讲到这里了 我们得讲一句论语了 好我们看278页 指曰不分不起不匪不发 举一语不以三语返 则不复也 这个集节讲 孔子与人言 必带其人心愤愤 可肥肥 乃后启发未之说也 他是到那个时机点 那个临门一角 如此则 适思之生也 他能观察到那个学生 他的整个思想的状态 所以说则语一语 以语之 其人不思其类 则不复从交之 等于是说他不能举一反三 那可能他要领悟这个时机还没到 他很有耐性 再等等 老儿上常说 这个教学的老师 有一点很可贵的 很慈悲的 不把学生的悟门给堵住了 此为圣人教学方法 奋是学者 孟心求之而畏悟 他很用功 就在那个快悟还畏悟的时候 这个时候 孔子乃为启示之 肥呢 是学者研究有德 而未能说明 他在心里有所领悟 但他表达不出来 孔子乃为发明知 使其豁然贯通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 比方说跟朋友在探讨 然后你讲了一段话 然后对方说 对对对 你讲的就是我想讲的 你们有没有遇过这个情况 这个就有一点 不匪不发 他有这个领悟 他表达不出来 你刚好跟他探讨的时候 你一讲出来 哎呀 你是真假的 就是我想 好 所以若学者不奋不匪 孔子则不畏 启发 以其无助于学者也 你没到那个时候 你讲一堆 他也没误透 那可能他的物门 没有得到很好的启发了 所以举一语 以四三凡者 乃教学者 彼类而推之 其余也 这个黄书 有助了 与人是脚 如乌有四脚 以四之一脚 于三脚 从类可知 他可以以此类推了 他有领悟的话 他就能推出去了 若此人不能以类反四三脚 则不复教事也 这个时机点还没到 不能硬灌输了 其实我们可以观察观察自己的教学状态 我们是习惯灌输 还是习惯启发 或者我再问细一点的细节 我们在跟学生 或者跟孩子讲话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看着他的眼睛 还是我的专注点 只在我讲的话 一直在讲一直在讲 没有关注到他的眼神 其实我们能关注对方的眼神 那我们讲话不会太快 会考虑到他的听的状态跟吸收 也不会讲得太差 一看到他的表情 这样了 别讲了 或者他的表情 别讲了 或者他的表情 别讲了 一个人很专注听你讲话的 不会打哈欠的 你们有没有听过 有一个讲课的人 脚子脚子打哈欠起来 不可能 不可能啊 因为他全神贯注 好 好 好 那这个 举这个例子 那大家做参考 好 我们再看呢 第四 用心领悟 这个温固而知心啊 可以为师宜啊 我们翻到 六十四页 注解当中提的温呢 就是温习 黄坎 黄坎书说了 故 为所学 以德之事 已经学过的 心呢 为 即时所学 心得者 例如 读书 已经读过的书 在家读诵 思维 古人叫做温书 也就是温固 尚未读过的书 现在研读啊 以求了解书中所载的事理 即是知心 温固之心呢 随时吸收心知 而又研究以德之学 如此好学 可以为人师 那这个注解啊 让我们联想另外一句啊 论语的经句 跟这个温固之心的意义啊 非常相近 八百页 子下约 日知其语 所无 月无忘其所能 可越会好学也 我们看注解讲的 学者每日 学其尚未闻之的学问 此即日知其所无 知之以后啊 时时温习 日积月累 不要忘记 此即月无忘其所能 所以这个所能呢 是指已经闻之的学问 子下以为啊 如此可以说是好学了 那是一样的意境了 所以黄书说的 日知其所无 月无忘其所能 其实就是温固而知心了 日知其所无 是知心 月无忘其所能 是温固 其实对我们来讲啊 我们学圣教啊 时间比较晚 我们真的想啊 利益更多的亲戚朋友 有缘人啊 那真的是务实一秒钟空过啊 不使一句话空说 要温固还有知心啊 好像前一阵子 跟大家 有讲到迅俗宜归 因为这些古书啊 古人都会把他一生 人生的这种见识啊 体悟啊 把它记录下来 有可能呢 我们看了之后啊 就体想到自己 或者体想到别人了 像大家还记不记得 有一个分析啊 为什么父母 生了三个五个孩子 都是最疼那个最小的 我们一看 这个分析太到位了 我们没有看到啊 有时候体会没有那么深 结果我就马上 刚好团体里啊 就有生四个孩子的妈妈了 他的孩子已经产生冲突了 说妈妈偏心了 我刚已经让他看了 救急了 你看古人早就记录下来了 开卷有益啊 那这个不只是三五个孩子是这样 我们当老师的都要注意到这一点 要平等 不然人心都不平 你说还怎么教育 那个老三 就抱怨了 你看妈妈 弟弟去上厕所都给十五分钟 就给我十分钟 大家注意啊 这个对他人格都是一种障碍 他假如终生都仰慕他的妈妈 你看他多健康啊 你看他现在才十来岁 他心里就卡住这些东西了 你说哪怕他每天都读经书 你能把他教好吗 我接触了好多传统文化的学子啊 十几岁啊 背的书 哇那我背的比他少多了 可是他心里那些节都卡住了 你说你怎么背养他 那些还得靠父母去把他解开啊 家庭里面的那些节要把他解开来 那你不要说父母有可能会犯这个问题 当老师也会啊 这个对老的学生 弱一些映像了 爱理不理了 新来的学生特别热情了 那这这么教学都会出问题了 还有跟大家提到的 那记载人年纪大了 慢慢那个脾气会像小孩子一样 哇你一被提醒到了 你就懂得顺老人 可能家里面一些问题就能避免掉了 人情恋打接文章啊 挺重要的 李秉斌老师说 学佛就是学人情学势理啊 不懂人情不懂势理啊 会伤天害理啊 这事办不好的 好 接下来又如诸子说 故呢 是旧所闻 心呢 心则是经所得 言呢 学 能实习旧闻 实时去温习 已经学过的 而且在温习的过程呢 而没有所得 则所学在我 而其硬不穷 就是同样一个精据 领域领会的 越来越深 越来越广 这个就强调要有悟性了 我们要启发孩子的悟性了 首先我们自己要有悟性了 先觉才能觉后觉 而且这个温顾啊 而有心的领悟啊 一定离不开 这个实习之 他又把这个教诲啊 实时去练习 去落实 老师常常讲 张家大师教导 说解帮助行 你多解一分 帮助你行一分 行了一分了 就帮助你解一分 解行要相应 比方说 我们常常在探讨 菩萨式的 大家应该有印象吧 假如你们还没印象啊 那代表我还没讲二十一遍 好 那假如有印象 那有没有哪一位忍者 分享一下 你用这个菩萨式的 处理事情的心得 大家可以举手 我给您开麦 好 好 可能大家现在展现的是我们《为师的心经》的第三点 沉静谦虚 大家比较迁退 我们刚刚说张家大师强调的这个体形相应 真的我们要对我们所学过的东西要领会的更深 一定是透过你去用它 你的领悟就会不一样了 越用体会越深 越用越活泼 越用越得力 假如说我今天对于菩萨士德 比方说随缘妙用 一谈随缘妙用 我的脑子里就是 老阿上讲过随缘怎么妙 妙在念阿弥陀佛 你是背出来了 还是你自己这么用 那个讲出来连眼神都不一样 背出来的是这样 妙在念阿弥陀佛 你自己用 妙在念阿弥陀佛 是吧 而且你会体悟到 不是老阿上讲的 可是你体会到了 为什么 经有无量意阿 老阿上开个两个三个是启发你阿 你要举意三于返阿 那你真正去用阿 你就会发现 你在境界当中 如何能有灵感 如何感受到 真的有福利加持 你感受到了 你那时候是什么心境 你就体会到了 妙在你念念为对方所想 你就妙得起来了 事有百折不恼之真心 方有万变不穷之妙用 妙在你不能落着对方的陈间 你自己在境界当中练的时候 这些感路就会出来 可是我们不用那还是废除了 所以妙为无法得 我为你住此有真的吗 那还是记忆式的学习 知识性的学习 那我们要注意 我们是知识性的学习 我们能教出 解形相应的学生吗 我们不要误他太严重就不错了 所以此说是由温故而发明心意 亦可采取 有请叶学长 谢谢叶学长 从叶学长他所谈的体会 那我们随缘妙用 那这个是妙在 我们在劝人的时候 也都能保持一个在劝自己的状态 那就比较不容易 是好为人师了 而且那个言语 如何迁退了 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劝别人的时候 可能会形成他错 我们的姿态会随着不知不觉提高起来了 那个给对方的感觉也不是很舒服 那我们这个言语柔和直直 在引导的过程都是提起对方 能够理解 理解他在境界当中对立的人 这个也是一种言语很重要的 比方说父子冲突了 这个五轮之间冲突了 我们能引导他能去理解对方 这个也是一个在沟通当中的一个重点 你比方说你父亲脾气这么大 你有没有想过 父亲脾气为什么这么大 有果必有因是不是他工作压力很大 还是他曾经家里发生什么事 对他的刺激太大了 这样的一个引导的方式 刚刚有问到假如对方要求 我们是不是要答应 那这个得看情况了 首先我们得度得量力了 而且你要看他提的合不合理 因为你要帮一个人 他是主你是办的 这个主的心态不对了 你要帮他是太有限了 主办云荣 假如他面对他的问题 他自己的认知 有比较到位 那他提出来你帮忙 那他已经认知到位 又那么有心了 那我们这个静典力 负责好他 这个结一个法缘 善缘 假如他的这个认知心态都没有到位 其实这个时候你出手帮他 他没有反思到自己的问题的话 他会觉得没用 那有可能我们出手的时机点 就太着急了 甚至太攀缘了 你看诸葛亮 他得三顾毛鲁 他才出手 他得看看这个刘备他的心态到位了没有 他才出手呢 所以这个都要看因缘的状况 这个不是拿哪个公式硬去套的 但是那个原理原则 就是主办 我们还是要很清楚 那当然你要帮别人 也不能忘了度得量力啊 好 而且大家不要太激动 太感情用事 要定 你真想帮一个人 他也真接受 会有更多助力进来 成德始终相信一点 佛菩萨同体大悲 不知道诸位忍者你相信吗 那大家相信了 怎么这个人这么惨啊 佛菩萨的同体大悲去哪了 我有刻意去观察 一个人 一个人到情况很糟糕啊 他前面一定有出现佛菩萨的护念了 但是他没有听 没有接受 他也任性去做了 慢慢慢慢他就越来越严重了 一定有善心的人在他身边 然后佛菩萨加持那个人去帮助他 甚至一次视线来帮他都有可能 但是不可少善根福德 因缘 听人家的劝 所以我们相信同体大悲 哪怕我自己能力不够啊 我不紧张啊 赶快多求观世音菩萨念阿弥陀佛 遇到一个有善根的人 真肯接受的人 一定慢慢能帮得上他呢 谢谢叶学长 这个牛学长有请 程泽老师好 大家好 你好 分享的是 就是随缘没有用这个 去解决事情 就是用这个四个原则去解决事情 就是我自己就是学传统文化十多年 就是但是的话 我用这个成功的例子特别少 原因就是我自己 很多时候会受外面的影响 我自己的心会被外面影响 然后就不清静了 然后呢就不能随缘一妙用 但是有几次呢 我自己就突破了外面的那种 对我的影响 然后就用的比较成功的一次 就是我自己就是我自己在带一个二十人的班的时候 就二十左右一个初一的一个班级 我是临时到了那个班级 然后而且是外省的 就是对他们不了解 然后当时因为一个特殊的情况呢 我就去带那个班 因为我不教文化课 我只是管理班级 所以呢就不着急跟他们去应对 当时我自己判断的就是我不适合跟他们开口讲话 因为我不了解他们 我不知道该给他们什么 但是我们领导呢肯定让我进去之后就想让我做出点什么成绩 但是那次呢我自己就定住了 我就我就 因为当时我什么 因为我对他们都不了解 我没法做出什么样子出来 所以我进了那个班级之后 我就大概花了十几二十天的时间 我进去我一句话都不说 我心里就念佛 然后的话我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看那些学生的状态 观察他们 观察了二十多天 我大概知道了他们的情况 包括我自己也上过 我自己也经历过初中的阶段 我对他们的心理稍微了解了之后 然后才开始跟他们应对 就是那个效果特别的好 就是我没有就是说领导催我了 然后我就赶紧做个什么样子出来 没有那样 然后我就是真正的去 哪怕领导说我了 我就扛着 就这种的 你说我可能跟领导也说不清楚 但是呢我就是孩子 然后 我觉得最主要 就是有一个打底的东西 就是我对他们很尊重 我就是 不管他学习好不好 不管他调皮不调皮 我觉得我特别懂他们 因为我上过学 我上过初中 我觉得我特别懂他们的心 就是调皮的孩子 他们内心是怎么想的 我比较理解他们 学习好的 我也理解他们 所以我对他们就是每一个人都 就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尊重 还有就是特别希望他们人生能够幸福 我觉得我每次进去代班的时候 之所以跟那些孩子处得好 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心态帮了我 就是我每次代班的时候跟那个学生应对 都特别好 后来我就自己总结了一下 我说这是个什么原因 然后我想了想 就是我其实对他们每一个人都特别的尊重 然后的话 之后就是我 反正我就是不着急 我感受到他们需要什么了 然后我再给他们 有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能听懂很多道理 就是他们对你信任了 就是因为中间我也会关怀他们 我不会就是责怪他们的那种 所以有的人他可能 可能那些小孩 老师们可能是忙于教学 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关心他们 可能很多老师也没有学传统文化 他们也不知道有这些 然后我自己是正好遇到传统文化了 把我这种善给保留下来了 然后把那个善呢又加强了 结果正好就用出来了 把这些东西 然后有一个小孩 他的腿受伤了 然后我就我就给他温敷呀各种的 然后那个小孩是一个特别调皮的小孩 但是他后来呢就就变得就是比较听话 然后我给他讲的一些 我说就是我们要要用要有礼貌 跟老师讲话呀或者怎么 他们就开始慢慢的 就不像以前什么都没学过 就像那种无理的那种 就开始就用一些礼貌的这种行为呀 举止呀言谈 跟我们开始应对 然后还有一个小孩 他是他不咋说话 但是呢他也不服你 然后他就用眼神就是那样子 然后对于这个小孩 我是给他们看了一部电影 就那个一道的电影 就那个剪了的那个电影 他看完那个电影之后 其实我什么都没说 我就是我感觉他 我感觉应该给他们看一部电影了 然后就给他看了一部 看完之后那个小孩 从此以后见了我 他就没有那种说是不服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些小孩他们是在 就是一部分开始改变 然后再一部分 剩下的一部分呢 他们心里又再改变 就是足够他们就是那个心在变的 不是以下子变过来的 反正就是 后来我慢慢慢慢地就开始给他们上内务课呀什么的 他们就跟着上的还挺好 就是这个还用的比较成功 然后呢我感觉十多年反正挺失败的感觉 就是因为我自己不相信自己的亲近心 然后别人要是让我就是好像容易听别人的 然后就本来这个事情还不太成熟或者是我弄不了 然后结果就好像干做的挺杂的很多事情 这个还是相对比较做的成功一点 嗯 就这个好 谢谢 好 谢谢这个牛学长的分享 我想大家听了他的分享 再来感受一下这个菩萨士德 应该会体会的更深 随缘 缘是缘分的 状态呀 你都还不了解这些孩子 你就急于要讲很多道理给他听 没有应激了 这个叫攀缘的 不叫随缘的 跟他们常常能谈心 都有这些灵感 那这叫用啊 妙用啊 妙在哪儿 尊重他 关心他 就是其实用真心就妙了 妙自己受用了 一个当老师的人一定要有教学相找的快乐 因为我们自己在用真心的过程当中是一种享受啊 我们自己在境界当中受用了提升了 孩子也受用了感动了 所以随着我们去历行的时候玩 对这个随缘妙用甚至无方得 无方就是没有固定的方法 看着办 阴才失教啊 你看这个孩子就要放一个影片了 刚好触动他的人生的这些可能卡住的地方了 当然这个都可以求佛菩萨加持了 刚好你就有灵感要放什么片子 我们有老师也是教学生教的 好像想不出方法了 但是一心为他好 晚上就做梦了 就梦到跟这个学生相关的情况 就让他原来是这样有灵感 不只孝涕之志可以通于神明 你一心立意对方都可以通于神明 真心可以通于神明 无所不通 那这个老师本身的行为就是生教了 你在尊重你在关爱孩子 这个就是生教了 那跟他们的言语又很亲切柔和 不能着急 你看领导一直催他要做什么 要做出成绩来 你在顶住 这段话也提醒我们当领导的人 不要越忙越忙 不要干亚苗助长的事情 然后刚刚这个牛老师 他也是教学几年了 他说每一个孩子的改变 都不是一下子的 这叫普代众生受苦的 要有耐心陪伴这些孩子 其实青少年的孩子 你真正真心关心他 他会把他人生的这些 内心的痛苦会告诉老师的 你就觉得其实 这个时代的青少年 他们也挺难的 谢谢牛老师 这个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再开放最后一位 我刚刚问大家说 菩萨士德用的怎么样 我这么问的重点在哪 大家知道吗 大家可不要这么一听 我这么一问慌 好像没什么灵感 大家不能慌 你就知道我问这句话的用意了 我的用意在哪 我居然一个自己都没有 我要退出江湖了 我问这个话的用意 您看刘旭黄美凤 哪一位 您看哪一位来 妮丽举手了 妮丽丽举手了 妮丽举手了 妮丽你点击 法师您好 好锻炼您 我这次真的是深刻的 开文法师走了 师傅 师傅帮我叫一下 因为我自从 有点激动 不好意思 我自从从 就跟您离开以后 我就立马回国 回国以后呢 我如果就 我都不知道那什么 就得了很严重的病 反正现在就求往生 然后因为我之前 我姑姑只信地藏王菩萨 就不念佛 不听经 我很着急 那时候我就问了一圈学 什么斯通老贼啊 杨师兄我都问 然后我还当着阿弥陀佛哭 然后就一直那个 然后结果 我LA的一个学 一位同修 就把贪婪式的联系方式给我 我之前都不认识他 然后就跟我姑姑求开示 就跟我姑姑说开示 是 我现在想说的是 带众生受苦和随便妙用 两个结合到一起 真的不容易 因为我要帮我姑姑求往生 但我姑姑都不懂这些东西 所以呢 我一个亲人讲 他不听 我就遇到了堪法师 我真的是求佛菩萨去加持 然后我姑姑也特别的 就是因为他有 就是有跟地藏王菩萨结缘的 那个缘分 所以他也信 但是他没有那么深 堪法师跟他 他开说了以后就特别的 就我姑姑就愿意念佛 但是他现在念的没有很认真 然后呢 我又顶着我家里的压力 因为我爸爸就天天逼我说 为什么不带他去化疗 为什么不内着 哎呀 我就真的是很 我就体会到被别人误解 但我知道 我要让我姑姑装心念佛求往生 一定是对的 所以我面对我爸爸妈妈 还有家里亲戚的那些压力 我还是顶住了 我说我们就尊重我姑姑的意愿 然后姑姑也很配合 就现在来到了 因为堪法师在这里有一个山庄 就来到了这个地方 还认识了几位师兄 这是那个 这是看一下 这是师兄 他女儿出家了 特别随喜他 然后还认识 就是几位师兄 还有他的妈妈 还有几位师兄去睡觉了 他们都是专业住念的 就是他们是一个住念的团体 就堪法师已经送了 大概八十几位老菩萨往生了 他之前去广东一个地方有学过 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 第一是随缘妙用 第二就是我顶着压力 但是祝佛菩萨特别加持我 因为当时这两位师兄 他们就说他们要回东北了 因为林南现在天气有点冷 藏不住 这是我叔叔 陈德伯斯你好 你好 阿弥陀佛 在看法师的一个佛友动养 一个往生的人动养的山砖里 陪我祝福念佛求往生 然后今天我遇到的这李师兄 就当当这位师兄 你可以进来一下 他就一直说 他说我们就不走了 他说他第一天来 他就说我们就第一天来 说我就陪您 把你送到往生走为止 我这特别战斗 我之前都不认识他 但是他也是听传统文化 然后他女儿是在 就是也是看老法师的 所有的那些传统文化 那些最后才出家的 所以真的是 我觉得真的是佛菩萨加持 让我菩萨有那么好的姻缘 能求往生 就谢谢佛菩萨 然后还要顶着压力 你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能还是一个问题 我现在老自己能空白 没事 没有问题 不要想问题 没有问题 不用想问题 想佛就好 那当然这个也是你姑姑过去生 结了很多善缘 然后你这个子女 也是非常爱你 他一心就希望送你去做佛 是 所以他这一念心 也敢得很多善缘 是的 都没敢想这种 我能做佛 我不敢想 我就说反正我是不到三土 我是知道的 我送第三基 但他跟我说的 我也不太信 阿弥陀佛 我就珍惜反极的世界 不敢想 后来 你跟我说了以后 又叫这个开恩法斯 他们跟我说 什么刘四同学老师 也跟我说了 然后跟杨波医师 也跟我说了 我太 所有的大菩萨 太谢谢你们了 我就有这个信念了 一心求往生 一心求往生 您看起来不像生病了 你这个都有佛力加持的效果 我病的好严重 他四年前切了这肾 然后后面又直肠癌切 六月份做了很大的手术 然后现在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 肽然还有病 随缘消旧癌 随缘消旧癌 我不要把它当坏事 把业消掉 而且你现在 现在病那么重 没有太明显的病态 病体 这个都是福利加持的效果 这个都是福利加持的效果 我们有信心 来支持万德鸿鸣 而且这个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本师 他开悟第一句话 就是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得下 所以你本来是佛 一定能成佛 谢谢 现在又遇到 阿弥陀佛这个真上缘 阿弥陀佛发48愿 他就是为你发的 你好好念了 就没有辜负他 为你发这个48愿 阿弥陀佛是同体大悲的 一个都不舍的 只要肯去的 他一定接的 好的 谢谢法师 一定好 阿弥陀佛 好好念 也感恩大家 阿弥陀佛 他们都是佛菩萨派来的 外来的死者 同一天来 但是这两位师兄真的是特别 我特别佩服他们 他们的女儿出家了 21岁就出家了 我特别随喜 老法师的师兄 随喜功德 好 安心念阿弥陀佛 这个 刚刚妮喜也是 随缘妙用 他随这个缘 他还是很诚心 一心为他的姑姑 这个也是很可贵的 所以这个印证 这个刚刚成德说 你这个 一心为对方好 都会有灵感 都会 甚至会感应好的缘分过来 好 我刚刚是请教大家 我为什么问说 随缘妙大家 又得怎么样 刚刚刚成德问菩萨仕德 其实是跟大家共同要劝勉 就是我们解跟行 要相应 因为这个菩萨仕德 我们一直在提 假如我们没有把它用了 那对这个菩萨仕德 体会就没有办法深入下去了 所以我这个色问 也是在提醒我们共同要注重这个 不然一直强调了 因为我们有去做 一定会有所领悟 我主要是这个意思而已 那真的 现在的心情 确实是非常惭愧 做得很不好 但是大家都还是很 信任支持 确实是感恩 这个一路来 大家的信任 也让自己 有一种力量 也不敢懈怠 但毕竟 刚刚成德还跟大家探讨 一个重点 明义 福也 所以 自己的实德 差远 这个赞叹都这么高 我的真棒计划 可能这个又退回去了 我现在吓得有一点 马上瘦了一两过就了 真是不好意思 这个我也不知道今天会有安排 好 感谢大家 我们一起学习 我们一起跟着老和尚 善知识者是大姻缘 所谓化导令得见佛 我们跟随他老人家这个名师 我们这一身成佛的因缘 很成熟 所以大家一起 携手并敬 善有为一 成德所讲所做 跟老和尚不相应 大家一定要互念佛 要提醒佛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